那你想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fine,我這個地方我不要用fine,我用fineHTML可不可以 其實你可以把這個HTML,HTML這個標籤,裡面的東西你可以把它print出來 我講過啦,只要是它長這個樣子,裡面的東西就是標籤,就是一個tag 那這個只要是標籤,就可以透過fine跟fine取得裡面的東西 如果你要全部的東西,就是如果你連標籤都要的話 那你就不要點tagster,如果你要裡面的東西,那你就點tagster 點tagster有點像什麼,有點像是它裡面有沒有,全部給你了 那如果你只要裡面的東西,不要標籤的話,那你就再加個什麼 點tagster就好了,點tagster有點像我要裡面的內容就好了 不要給我標籤,ok有沒有,抓出來,裡面長什麼樣子 但是它裡面變成說有一些換行,有個hello 所以你會發現裡面原始的東西就只有這個title,有沒有,有hello 然後有p,p裡面的東西,其他的東西都沒有 ok,那你想說,老師那我剛剛的方法,那我可不可以不要用p嗎? 我可以用這個body呢?其實你可以思考 這個body的話呢,點tagster,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那不就三個了嗎? ok,所以喔,方法很多啦,自己轉彎就好了 應該只要掌握那個要訣,爬蟲真的不是那麼困難 ok,所以其實應該知道重點在哪裡了 ok,當然網頁裡面還有別的,像CSS 還有像什麼JavaScript 那些的話,你就可以剔除掉,反正你就先找標籤為主 因為我們要的資料都會在標籤裡面 其他的東西,像CSS,JavaScript,應該不是我們要的東西 我們可以暫時不要理會它 其實技術不是說你每個地方都一定要從頭到尾都學會之後才開始 如果是這樣的話,我看你們沒有開始的一天了 因為要學的東西太多,像網頁的技術好了 ok,所以喔,我只有講啦,你可以先從HTML先了解 其他不會的先暫時假裝沒看到 ok,不然的話,你如果假設每個東西都要了解的話 哇,那應該沒有辦法 爬蟲的話,你可能什麼時候開始,應該很難的 ok,所以喔,但是不是說叫你先就不要理它 就是說你如果之後你是有興趣,然後有時間的話 那也許你可以到書店去把書翻一下 像現在很多書店,而且提供位置 有沒有,成品,有些成品有沒有 你就找個地方,所以成品有些地上也可以做嘛 ok,那現在我覺得鳥屋書店不錯,因為它都有椅子可以坐 但那個椅子都用搶的 為什麼?因為喔,大家都想要 而且那邊書都隨便翻,隨便看 它跟,像那個南港跟松山,好像都跟路易莎 好像是共在一起的嘛 所以你只要點個飲料在那邊,就可以泡一整天啊 所以我有時候也蠻常泡那邊的,所以有時候如果你想要找我的話 請你到書店 ok,或者是我正在書店的路上 ok 其實學,因為學這種東西永無止盡啦 但是其實蠻有趣的 所以你如果真的想要把它學,學好的話 可能還是要下一點功夫 ok,那你慢慢就覺得其實這也沒有很困難 好,那再來的話,不過其實這個看起來有點怪怪的 哪裡怪怪的 上面有個換行 有沒有,所以如果你要換行拿掉的話,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在這個點test後面,再加一個什麼 把頭尾的換行拿掉,還記得有沒有一個方法 叫什麼 strip還記得吧 strip就是去頭去尾 然後去掉,如果你要跟它確定說 你幫我把那個換行反斜線拿掉的話 那你就可以這樣子 它那個換行 應該就可以被去掉了 試試看,有沒有 還記得這個東西吧 只要你是一個文字的後面加一個strip 它就是意思說去頭去尾的不要的東西 那你可以指定說你要去掉什麼 我要去掉換行 ok,那就把它執行一下 看一下它會不會得到我們要的結果呢 有沒有,頭的那個換行就不見了 那這樣寫好像比剛剛的還簡單吧 對不對 當然結果是一樣的 可是聰明的人就要用對方法 沒有所謂的標準答案 所以有時候自己第一次寫的跟第二次寫的 有時候還是不太一樣 因為你慢慢發現有些地方你好像沒有看到 ok,所以這個應該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呢 那我們一樣,第二個範例 所以再來的話,第二個範例呢 底下這個地方,範例2 除了說可以抓那個標籤之外 那在網頁裡面還有其他特徵 什麼特徵,大部分都有ID 還有這個class 不過class我是覺得比較多 ID的話呢,相對比較少 所以如果你要透過ID去抓到你要的資料 可能性會比較低 class會比較高 ok,那可是呢 我要怎麼樣透過ID跟class 抓到我要的資料 那一樣你可以把這底下 這一段 我底下這邊也有一個類型 你可以複製的話 這個print這兩行也許先不要print 你可以自己再把它 這兩行可以自己擋 上面你可以把它當範本 你可以把它Ctrl-C 然後呢,建一個module 把它貼到這邊來 也許我這邊已經有了 我把它貼上了 ok 那一樣 from bs input beautiful strip 這個方法 所以你會發現它真的是太重要了 那為什麼其他的 這個 為什麼不用其他圓寫 你可以跟人家講說 因為其他圓裡面沒有bluetable strip 但是python裡面有 ok 這是它的優勢 所以如果vba裡面也有類似像bluetable strip 這種東西的話 那我其實也可以用vba寫 只是說目前是沒有 那會不會有呢 如果有人寫出來 可以放在vba 也是可以啊 你用vba寫可以啊 沒有人不行 只說沒有人去做 ok ok 好 那這邊的話呢 等一下我們就來看一下 特別注意哦 你會發現這個網頁 假設模擬 它也是html開頭 html結尾 然後它的head head頭在這裡 title在這裡 所以title會放裡面 那尾巴的話通常會放這裡 所以你把它按enter可以啊 頭在這裡 尾巴在這裡 這個是它的頭 ok 那它的body的話是這個 那主要我要抓什麼呢 如果我要抓我是段落1 跟我是段落2 假設了 我要抓我是段落2的話 那你會發現呢 又多了什麼東西呢 多了id 它的id叫p2 它的class叫做rate ok 就是 所以哦 如果要我抓的話 怎麼抓比較簡單呢 特別注意哦 底下這一行也是一樣 sp嘛 那我可以怎麼樣 print 如果我要抓它的話 最簡單的話 sp這個一樣哦 你可以點什麼 點find 那因為我段落的只會一個 所以你可以用什麼find 然後呢 後面刮斧之後 我跟他講說 我要抓雙引號 幫我抓p 但問題p有兩個 可是我要抓第二個的話 那你會有幾個方法 逗點 最簡單的方法 我跟各位講過 其實就是你可以抓class這個 你可以把這個 這個rate這個有沒有 直接放在這裡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說它的第一個特徵 就是我要的標籤是p 那它第二個特徵 因為它裡面有class 我就把它的class 第二個特徵放這裡就好了 ok 它就抓到 那這樣子執行的話呢 我們printl給各位看 應該可以理解 其實大概這幾個重點了解的話 以後你要爬資料 就會很輕鬆的 那爬過來你會發現 我是段落二就ok了 但因為我後面 它抓的話是抓整整串的 所以如果你要裡面的東西 我講過嘛 你就加一個什麼 點什麼 點test的就好了 ok 你就把它執行 這樣的話呢 我是段落二 那就跑出來了 ok 你想說可不可以 直接喔 你class就放過來就可以了 這個方法 但你想說 老師那可是我不要用class啊 我想要用id 因為它有id嘛 可不可以 可以喔 但是用id比較麻煩 id的話 必須呢 在這邊加一個字典 字典的話一定是大瓜 然後兩個有沒有 中間的話呢 加個冒號 兩個字串 第一個字串的話就是id id是什麼 第二個的話呢 它的id名稱叫什麼 有沒有 有點像這樣 ok 他就知道說 你要找的是id 然後它的名稱叫p2 他就去找 找到就幫你抓回來了 ok 把它執行給各位看 結果應該也是 會跟剛剛我是段落一模一樣 兩個方法 不過你看得出 應該看得出來哪個比較簡單吧 用class好像比較簡單 就不用說還有一個id 然後哪個名稱 ok 那其實 class呢也可以 這邊也可以 比如說 我們剛剛的寫法是 直接把這個拿過來 不過它 比較完整的寫法應該 記得好像這邊也可以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也可以用類似串列吧 類似像這樣 然後大概前面這個 它的名稱就是 是不是可以放一個cloud 我有點 這個 因為我們可以不用加了 所以我習慣是不加 我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也可以 有沒有 也這個 跟這個 但是 它也可以不加 直接這樣子 ok 當然 你就寫這樣比較輕簡 對不對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你可以透過什麼 透過class 跟透過id 去抓到你要的資料 ok 試試看 畫面呢 再還給各位 試一下 這是範例二的部分 ok 那現在我們主要是還在模擬 也就是說 我現在已經把那個什麼 把一整個網頁 假裝已經都幫你抓回來了 但是之後的話 我們還會 利用上禮拜 交的那個request.get 直接就是抓那個網站的東西 抓過來 ok 所以這邊實際要是在模擬 因為我是希望說 至少你看得到 你會比較不那麼抽象 那你這個會的話 後面的東西要去爬資料 你也比較知道說 你應該爬什麼東西 所以呢 範例二裡面 主要就是用什麼 用id 與class 去抓取你要的資料